第二的三题小序整理物质的分类如右表 有关于氯化钠的分类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这个分类表在我们一般老师的教法里面 物质会分为纯物质跟所谓的混合物 所以钾是混合物 那么纯物质又分为元素跟化合物 所以乙就是化合物 而我们的氯化钠是一种化合物 所以它应该分类在乙上面 我们的选项A说 氯化钠因归类表中的钾类是错的 应该归类为乙类化合物 那么选项B说 氯化钠水溶液因归类表中的乙类 这是错的 因为水溶液是混合物 应该归类于钾类 所以B是错的 那么选项珠说 氯化钠是由氯元素跟钠元素所组成的混合物错的 它是氯元素跟钠元素所组成的化合物 而化合物是一种存物质 所以选项珠是错的 那么只有选项C是对的 那氯化钠是存物质 那存物质有一定的组成 所以会有一定的性质 所以第23题问我们说 则有关氯化钠的分类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氯化钠属于存物质 有特定的性质